大概国文修辞27个C字 来看定义 C字是一种修辞的方法 根据文字的形、音、意加以分析 利用两字之间相同的部分 进行推演或替代的一种修辞技巧 这样讲可能会有点复杂 其实白话一点呢 我们就是把字拆开或组合在一起 然后来衍生出其他的意思 我们先看C这个字 它就是一把金 金是刀 刀把木头给剖开了 所以C它的本意就是分开的意思 所以C字就是把字分开 分类 根据形、音、意 分成了不同的几种种类 画形、谐音、演绎 还有一些例子是混合的 它混合了前面三种的其中的两种 来做C字 C字常常用在诗词 因为字数比较少 在里面隐藏一些特殊的含义 或是歇后语 有时候是笑话、谜语 甚至有时候是秤尾 比如说推背图或烧饼歌 那种预言的诗歌里面 也常常用到这样子的C字 它不直接讲是谁 然后讲了那个人的名字 还有连语 我们比较希望C字是可以给我们的文字或文章产生趣味的 不希望它牵强附会 或者是去做无谓的文字游戏 化形C字 分成三种 离合 争损 戒形 离合就是我们最常认识到的C字 把字拆开或组合起来 看第一个 千里草 草加上千 再加上一个里 食日补 所以食日补 它讲的是董卓 这里的千里草跟食日补 讲的是董卓 不得生 把董卓的名字拆开来写 比较不会出问题 何处何成丑 先问说怎么来的丑丝啊 原来是离人的心上 在秋天的时候 更有的感觉 因为这一年快要到了尽头了 所以心上加上一个秋是丑 产生了一个趣味 处事虚存 心上任 所以就是教你要忍 修身切记 寸边而 要耐 这是西游记里面的 争损 在字形上面增加了 一些笔画或减少一些笔画 这个例子还蛮难找的 更多都在古典的小说里面 那我找到了一个现代的人创作 我觉得还不错的让你更容易懂的 他说群众从来不会自己思考 人总会选择更催眠的政权 这其实很讽刺 催眠就会让自己安心 现在对自己安心 不见得是未来会是好的 因此一国元首 除了要建立根基于疆域外 他把这个或加上一个土 还要用外交实力 军事武力 足起墙朵 所以用墙 包围起国家 他或加上一个外面的框框 最重要的还是要懂得利用语言 迷惑 使用心理战 然后让大家听信你的 所以同样的三个字 用了争损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漂亮的 写作手法 也可以引起别人的兴趣 借行 借那个字的字形过来 或借那个句子的用法 其实意思完全不一样 这是沈父的福生六计 沈父和他的妻子陈云 还有陈云出去玩 这时候陈云 借了后赤必复的一句话 今日之游乐乎 沈父的朋友 也是反应很快的人 他说 非夫人之力不及此 可是原句 他应该是非福人之力 原本应该是福人 这是出自于左撰 足之武退勤师的 没有那个人 的力量 我没办法当到今天的国君 但是沈父的朋友 把这一句借过来 把福改成了夫 非夫人 夫人指的就是沈父的老婆 所以如果今天不是 沈父的太太你的话 我们没办法来这里玩 两个人都引用了 有趣的句子 充满趣味 如果懂得运用这些手法 写作文章跟阅读文章 会有更多的趣味跟快乐 谐音西字 分成借音跟和音两种 借音我们很常在日常生活中遇到 姓正的 下给姓和的 冠服姓是正和事 那刚好 做出这样子 同音的邂逅语 学者是 邪者 这群人满口 邀言获重 这做了一个 谐音的西字 下面这个比较麻烦一点 它叫和音 我举下面例子 直音来注这个字 它独落 宣 它会说 哪个字 逗号 独落什么 后面会用一个我们常用的字 所以这个字就是读成宣 独落宣 这是直音法 那万一我们那个字的读音非常少 就会出现困难 所以这种反切法 它会告诉你 东是 德 红切 它取它前面的德 德 前面的生母 还有 红 下面的育母 德 翁 东 那这个切字有好多字 学习起来比较困难一点 但是你大概知道说 古时候的西字的和音法 它就是跟这个切音是比较有相关的 大概了解这样就好 甲母到什么符 不过是个老废物罢了 废物和音起来 就是符 它把符拆成了 符跟乌废物 下面的这个和音也是我们近期比较容易用到的 两个字念快一点 它就会合成一个字 这个酱呢 是这样 和读成酱 那其他还有什么不可啊 念成谱啊 类似像这些 这个都是和音 我们可能平常知道有这种现象 但不知道原来它是西字的这个修辞法 演绎西字 一种是签附 一种是演化 签附这一种就是跟它相关的字拆开 然后本来是一组的 然后拆开到别的字里面去 跟它意思有相关 我也把它拉进来用 所以这个是红楼梦28回的 林黛玉在生气 它说假设名额宝姑娘 这个是薛宝钗 假设名额宝姑娘来 这个是有的哦 然后它为了加强它心里面的 那个负面的情感 它说啊 什么宝姑娘来 啊贝姑娘来 什么人来 我都得罪了 所以它再加一个贝姑娘 其实没有这个贝姑娘 只有这个宝姑娘 可是因为我们以前都宝贝宝贝合在一起用 宝贝合在一起用 这个被拆开 它本来想讲宝姑娘 结果连贝姑娘也拿出来讲 可是真的没有这个人 这就是千妇 宝贝这个字拆开了 增加心里面不满的情绪 下面这个也是 八再来就是九 可是其实并没有诸九戒这个角色 这个西游记里面的 莫说是诸八戒 就是诸九戒 我也有本事叫他跟着我走 这个也就是千妇的西字 相关的字词拆开来用 下面这个比较难 我找了很多例子 觉得只有这个比较容易说明 还有很多时候会遇到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根本就 没有意识到它是西字就错过了 季月难逢 所以是晴 晴天 很光的月亮很难遇到 所以是晴天 彩云易善 这个彩云就是天上的纹理 所以这是在《红楼梦》里面的 秦文的判词 用季月跟彩云 把它演化成秦跟文 这真的还蛮困难的 往下 我们说明一个 我们在课堂上都会遇到的 这是在《诗说行语》里面的故事 那这是一个中和西字的例子 黄卷是有颜色的丝织品 幼妇是少女 外孙是女儿的儿子 鸡旧就是那个 在导药材或调味料的旧 它里面是瘦 瘦是承接 心是辛辣 就是辛香物的 所以上面是演绎西字 那这样还没有出来 这个色丝是有颜色的丝巾 少女是妙 女子是一个女生 再加一个子 这个寿心是词 就是古字 我们现在应该要写成这样 所以黄卷幼妇外孙姬旧 那在《诗说行语》 节物篇这一篇里面 杨修比曹操更早 打出答案 正确答案应该是绝妙好词 从演绎西字变成画形西字 这是综合西字的表现 所以西字其实很有趣 那更多在读古典的小说 或诗词作品的时候 只要仔细一点 或者是经过别人的推荐或引导 你都可以读到很多文章以外的意思 所以在资讯洪流的 现在有时候我们都是想要读更多 读更多的作品 其实有时候有些作品重读 会是很棒的 可以读到里面有趣的点 西字必须要有几个特点比较好 我们后面补充一下 我们都希望你的西字情形易懂 不然就变成达雅迷了 很可惜 观众也看不懂 然后你自己设计得也很辛苦 然后不要牵强附会 不要牵强 让观众容易可以感受到 领略到 又不会过度苦苦去思考 影响了读你的小说或作品的趣味 而且最好是好上手的 假设你要安排十个西字 你前面的三个 用简单一点好上手的 让观众先上手了 后面慢慢的七个 他就容易找出来了 你的一个故事或你的一本小说 就可以跟观众产生更多互动 你也可以让读者透过读小说的过程 多学到了这项的协作手法 我觉得非常的棒 好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咯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 请你帮我按赞订阅 如果你按赞或留言的话 演算法会把它推介给更多需要的人 晚安 请不吝点赞订阅